OK,好,大家好,我是Pizeman 那今天呢,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PanTest拍鳥的技巧 PanTest拍鳥技巧 那我真的沒有在跟你隨便胡亂喔 那說到呢,PanTest拍鳥,我想就是說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就是說PanTest拍鳥嘛 那肯定就是只有背銷的份 永遠都拍不到,成功率永遠只有那種什麼10% 20%而已 但我告訴你,PanTest拍鳥絕對是可以的 而且經過我昨天一個下午的研究 就是找出來的方法呢,就是拍鳥的成功率啊 大概不敢說100%啦,但8、9、10%以上一定有 8、9、10%以上一定有 那我直接切入重點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說,一直以來 大家不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先把你的對焦環 好,對焦環這邊 直接先打到無限遠這件事情 先打到無限遠這件事情 好,這個是關鍵中的關鍵 好,那等一下會來跟你詳細解釋 到底是為什麼,還有原理是什麼 好,那首先呢 我們先,我們先來大概介紹一下 我拍鳥石的設定 好,拍鳥石的設定 好,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快門模式這邊啊 我是選擇就是建議使用那個PanTest的TAB這個方式 TAB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強制的,你可以去強制的指定說你的快門是多少 那拍鳥的話基本上一定是1000起跳啦 1000起跳啦 但我會比較推薦用到1250 甚至直接用到2000這樣子 2000是最保險的 那好天氣2000啊 陰天的話呢就是1000 這是最底線 那光圈的話就TAB嘛 就T就是快門 然後AB就是光圈 然後光圈的話就是說 幫你檢測那個景深 幫你檢測景深還有那個畫質的quality這樣 那我是建議要 譬如說DA星300的話 就起碼,起碼就是 那個你要5.6到8左右 8左右 甚至11,13也是更好啦 看天氣啦 如果真的是陰天的話 就6.3勉強用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TAB的話呢 那ISO當然就是 完全自動的啦 完全自動 那就完全單看你覺得 你的ISO可以接受的程度到多少 好,所以說 用TAB的好處就是說 它既可以用那個 幫你固定那個快門 直接指定快門幫你凝結物體的程度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還可以用光圈來控制你 穩定你的景深 那其他的就是ISO 交給相機自己去判斷啦 好,那設定裡面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進到Menu底下 那我們就是往那個 觀景窗的AF 那個 AF這邊的設定來看 好,首先呢 自動對焦模式 自動對焦模式 Pentax的自動對焦模式 有AF、AF、S還有AF、C 三種 好,就A、S、C三種 A就是完全AUTO啦 好,那拍鳥這個絕對死的 那AF、AF、S呢 是就是單純的對一次而已 好,那這個拍鳥也肯定死的 你要拍會動的物體呢 那一定是用AF、C 好,AF、C 當你AF、C對到焦點後 然後物體呢 在畫面中跑跑跑去 AF、C它才會去咬住物體 這樣動來動去 好不好 好,所以我們這邊要設AF、C 好 那自動對焦區域呢 自動推焦區域 如果當你是選擇 AF、C的時候啊 好,就是追焦 好,AF、C就是追焦 在你選擇追焦模式下 你就可以這邊選擇 Select L Select L Select L 這個模式 好,那Select L是什麼東西呢 Select L是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這邊 好,這邊我們的對焦模式 Select L Select L Select L 好,那你按機身的 AF Mode這邊切換也是可以啦 好,也是可以啦 好,那Select L呢 跟前面的 跟前面預設的Auto 這個到底是差在哪裡 好,當你如果是在AF系列模式下 還用這個Auto的話 那你就存了 為什麼 Auto它是B到 B到一下 它的焦點就固定在那邊了 它並不會去追焦 它也不會去咬住人的物質 好,這就是Auto 好,那Select L呢 Select L它這三個模式呢 好,這三個模式代表什麼意思 好,Select Select L它最開始的一個小點 它就是說 只有當物件啊 出現在你畫面真中心的時候 它才會去找那個東西 開始執行追蹤 好,開始執行追蹤 可是啊 拍鳥通常就是說 在天空飛來飛去很快 它不可能這麼乖的就在中間 好,不可能就這麼乖的 啊,你你你走開 好,不可能在中間 那所以說 我們必須選擇Select L這個 就是說 當它從中 它會從中心開始找 它會從中心開始找出去 好,那如果說 那你就是Select L這個模式下呢 去指著天上的鳥 它會開始去搜尋 就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 有河道礁的鳥 然後就開始 一咬到之後 它就開始追了 它就可以開始追蹤它焦點了 好,所以說Select L是在拍鳥中 必備的一個 必備的一個模式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F設定裡面 好 F設定裡面呢 它這個 AFC的連拍動作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AFC的連拍動作 它這邊可以設定成 你看有什麼 自動啊 對焦優先啊 連拍速度優先啊 那當然是選擇 連拍速度優先 好 那 這個東西差在哪裡 對焦 對焦優先就是說 當它沒有咬到東西的時候 它是不會拍的 那 連拍速度優先的話 它就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沒有對到 你只要按住快門 我就是把它拍下去 我就把它拍下去 有時候就是運氣好的話 就可以少到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這邊要12點 連拍優先 就是講求最高章數 還有一個重點 保持AF狀態 保持AF狀態 這東西啊 我覺得PENTAGE的翻譯 非常的不好 翻譯翻譯不好 為什麼呢 好 關閉 為什麼要關閉這個選項 好 我告訴你 這個選項呢 它就是說 那個 即時更新焦點的 即時更新你對焦點的那個 頻率 好頻率 當你切成關閉的時候 就是說 物體一旦脫離你的焦點 它會立刻馬上跳到別的地方去找 它會立刻幫你跳到別的地方去的 那弱呢 就是說脫離一點點的時候 它才重新對焦 中呢 就是脫離一陣子後才開始對焦 牆呢 就是 幾乎就是脫離 脫離 脫離一段時間 它才開始重新找 這樣子 當然啦 這就是每個人的觀念不一樣 就是說 有時候啊 就是 例如說牆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當你的 當你和鳥的距離 是完全 幾乎都一樣 就是 它飛成距離 都是很平行的時候 這個牆就很好用 就是說 它出框的話 你再馬上 你再馬上止回去 其實它對焦點都會維持在那個距離 那個距離 但是我是 我個人 我個人用下來 就覺得關閉 就是直接 一脫離就馬上找 一脫離就馬上找 這是我是覺得 比較好用的方法 當然這個就是要看個人感覺啊 你覺得哪一個 跟你的 跟你用的那個 配合度最好 就請選哪一個 但是 請記得一點 那 這個就是 更新它追焦 追焦距離的頻率 這最後就是 關閉就是最快 然後牆就是最慢 最慢更新和最快更新 就是插在這裡 好 那再來呢 就是說 我們還可以看到 那個 檔案 好檔案 好 檔案如果呢 你真的是很追求那一種 超快速啊 啪啪啪啪 完全不間斷的話 那我建議你選擇 JPG 好 JPG 然後這邊還可以 JPG它也可以選擇 你的那個圖像 你的圖像要保留什麼大小 那當然XS 那個就是瞬間的 你根本從頭按到尾 你不會覺得它有停過 好不好 好 那當然MS也可以 就看 就看你要的解析度啊 但是我們一般啦 還是會想要彩圖啦 會想要彩圖 那我建議是選擇 M或者是S 這兩個大小 M或是S 這兩個大小 這樣子可以讓你在拍攝的時候 是真的就 毫無間斷的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就是跟它拼機率這樣子 好 那 那我們來 那我們設定好之後 我們設定好之後 好 那拍攝的時候呢 就是說 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要先把對焦環轉到無限遠 好 轉到無限遠 然後呢觀景窗去找到你鳥的 你那個在天中飛的鳥在哪裡 當然無限遠的時候 無限遠的時候 你看到鳥一定是有點模糊的嘛 沒有關係 只要對到黑影就可以了 然後就 開始按 開始按 好 那 那這樣子 那這麼說 就是說 你只要 先對到無限遠 好 無限遠 然後在你呢 辦案快門的時候呢 其實我剛剛選擇的那個追焦 Slay arrow 你會看到觀景窗很明顯的 它對焦點往前推的時候 往前推的時候 它就會去找到 往前 就是對焦這樣子 往前回來時候 它就依照這整個畫面 就是你的 合焦範圍 去鎖掉 馬上鎖到鳥的位置 然後就開始拍到 好 就開始拍照 好 那 我現在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先轉到無限遠 為什麼一定要先轉到無限遠 我們先了解一件事情 Panthes它的對焦機制 Panthes的對焦機制 Panthes的對焦機制啊 好 譬如說我們先轉到 轉到中間這邊 10左右 Panthes它的對焦機制 它會先 往前對 然後再往後跑 有沒有 再來一次 往前對再往後跑 這就有一個問題了 這有問題了 我都知道 當你 當你在拍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把焦點 譬如說這個東西你很近 焦點往你靠近的時候 背景是不是散掉了 背景是不是就散掉了 啊靠腰 當你 當你如果不先打到無限遠的時候啊 焦點先 先往前跑了 幹 啊鳥就跟背景的天空融為一體啦 當然對不到好不好 當然對不到 甚至你觀景窗 你要找到那個黑影都看不到 因為 鳥已經在景深外了 而且還是300mm的景深外了 整個就是和天空融在一起 你根本就找不到 你也沒辦法去 瞄準鳥的位置在哪邊 齁 所以這就會造成說 Q過去 再Q回來 啊靠 這邊景深外 一定逼不到 然後 然後你相機也找不到鳥的位置 你不知道你鏡頭往哪邊擺 然後再回來找的時候 450 這個KP加300mm 450mm 一定飛到你找不到鳥的位置在哪裡啦 但是反過來 我們如果是從這個 無限遠開始找的話 無限遠開始找的話 譬如說 鳥往後找 然後鳥在你 30米的位置 馬上B 就抓到了 或在15米的位置 馬上B 就抓到了 他在回來的時候 一定合得到 因為是從無限遠 開始送回來的嘛 對不對 而且鳥的 而且在天上飛的鳥 你你的位置 距離一定比較遠 所以直接打到無限遠 讓他直接往回找 一定瞬間走得到 不會去發生這種 先往前找 啊靠呀 鳥已經 這景深和背景融化在一起了 找不到 然後再回頭找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他飛去哪裡了 450的人合起來 是在天空飛的鳥 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就粗狂了好嗎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Pentest 用Pentest拍鳥的人 最大問題 所以很多人就是 所以 所以不會用的 不懂 不懂這原理的人 可能會覺得 Auto比較好用 起碼Auto就是 每當這樣子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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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的時候 Auto的位置自動去 去讀說有沒有打到 變成就是一個GD問題 但如果你今天用了這套設定之後呢 這套設定之後 直接先打無限遠 然後按下去的時候 一到這個範圍 好抓到鳥了 然後再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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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連拍 他就全程都咬得到 全程都咬得到 而且這個 這個 這個成功率真的非常高啊 真的非常高啊 昨天 那就是 怎麼打 真的就是 怎麼打 就怎麼中 就怎麼打 就怎麼中 就 基本上 基本上 我成功 昨天的成功率幾乎是 90%起跳啦 90%起跳啦 好 那 這應該 應該可以解決 就是 大家長久以來 對Pentex拍鳥 這一塊最大的疑問 還有痛點 好 OK 好 那另外講一點就是說 呃 剛剛講的是比較高階的 就是拍 天上會動的 快速移動的鳥 那如果是 如果是 你只是到那個附近公園啊 拍拍這種走來走去的鳥啊 你看 拍拍這種走來走去的鳥 我看一下 你看 拍拍這種走來走去的鳥 拍拍這種走來走去的鳥 其實你只要用這個 AFC的模式 AFC的 AFC的那個SLED AERO的模式 比如說我們現在中心點 是在正中央 正中央 那我們只要鏡頭啊 去比到 比到這隻鳥 比到這隻鳥 當你開始按下快門連拍的時候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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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它就全程 它在動的時候 就是完全可以把它咬住 喔 它的對焦點就會在它鳥的身上 就是開始找像是的顏色 跳誒、跳誒、跳誒... 所以就是可以用這一放 就是說 如果你是拍那種 路上會走的 就簡單 會地度了 那至於樹上的 那一種 我就不用說啦 樹上那個 你眼花色使它 然後按快門就可以了 那就不必熟了 好 那希望这个影片 对大家会有帮助 谢谢